星期天趁着天气好 本来想出去玩 想来想去找不着地方 后来觉得那就去南翔吧 南翔古镇也好长时间没去了 但是中午睡了一个觉 醒来之后改了主意 跑到附近的花市去看花去了 结果没曾想 南翔古镇黄金桥居然中间断裂 一行人掉进河底 幸好水不深 有惊无险 没有性命危险 这个确实老街上人来人往 走来走去 你就想不到的是 这个桥会从中间掉下一块板子下去 真的是挺恐怖的 想着那些掉下去的人也是挺烦人的 当然很多人都提出质疑 说怎么掉下去一直站在那儿 也没人跳下去去救他 其实这种河 它底下都是淤泥 人踩在里面 陷进去很多 所以跳下去也没用 这个水本身不深 都是淤泥 你跳下去以后自己也动弹不得 所以最终的救援办法是用绳子把它拉上来的 众人合理 把这位掉下去的倒霉的人拽了上来 我们也期望各地的旅游景点 尤其是古镇 对这些桥啊 对这些危险的地方啊 多进行这个关注啊 都多心情巡检一下 千万不要再出现这样吓人的事了 这是什么问题呢 不过来说 这些关注啊 这些关注啊 感谢观看